最多的問題 競爭者使用競爭 來遇到心理疾病 現在超過70%會回復 觀眾不知道什麼話 我聽不懂 如果你們不在乎你們的觀眾 你們不在乎我們節目 你們是一個陷阱的主持人 所以我現在用中文告訴各位 我剛剛講就是觀眾聽不懂 你意思就因為 你根本不顧這個觀眾 也不顧這個時候 你根本是個爛隊長 很多人懷疑我來這個節目 因為我中文不好 但我真的想要進步 然後當一個好隊長 剛剛還我平常 我說我是一個騙人 然後很爛的對戰 我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 情緒這樣 但我也很努力 所以我很對不起白對 我深心的覺得抱歉 因為其實比賽的壓力 是非常的大的 有時候 因為這是個淘汰賽 所以 所以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我做出了不對的行為 在這個場上讓任何人 包含也許正在看電視機 的觀眾覺得說 我的行為非常的沒有禮貌 做出了很不合理的行為 我很抱歉 你們都很喜歡唱我 所以我中文不好 我現在用中文告訴各位 我剛才講的就是觀眾聽不懂 你意思用英文 你根本不顧這個觀眾 我都還沒有講完 你根本是個爛隊長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一件事情是 你不用前面把父母當成外人 你是不孝 然後你用辯論的規則來說 我們變換立場是為不義 我們的金主是伯老咖啡妮 拿星巴克來請我們 是為不周 你不周不孝不孝不孝 憑什麼叫我們抱秀 我都還沒有講完耶 你好像沒有遵守這個辯論的規矩 你們上一趟 我木星也沒有上去喔 我想先問一下 德哥 剛剛就是Kimberly 其實還沒有表述完豪平 這樣子算是破壞規則嗎 可以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不太懂正統的辯論 自由變的話 應該是一方講完之後 然後另外一方再講 因為通常來說 他們是會坐在座位上 要講的人會站起來 所以他會比較明確 容易判斷他講完了沒 不過當然確實也是 以前也會發生 就是以為對方講完了 但是發現沒有 所以另外一個人站起來要講 然後再緩緩 把發言權緩回去的 那今天的場合的話 我覺得就要判斷是 我們覺得 豪平他有沒有意識到 Kimberly還沒有想要講完 他有沒有真的有搶的那個動機 如果有 那麼在辯論比賽上面是會扣分的 我先問一下Kimberly本人 請你到台上來好嗎 你剛剛在那一大段英文 就是你本來準備的稿子 一大段英文之後 你要做什麼 我原本是要回問問題 因為我聽到他們在講說 一個人這個毒是 你有毒癮是一個病嘛 你沒有辦法就是治好他 那我想去說他其實有over 70% 他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進去rehab 那我想問他說有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是你的身邊的朋友 你的爸媽你的小朋友 你為什麼不先救他的一命 然後再去幫他 但是我沒有說完 你其實英文講完之後 你也沒有要翻譯的意思嗎 我原本要 所以然後我原本 因為我想說我在 我有可能習慣是用走的 然後跟他們說 所以我原本要走回來 然後突然黃浩瓶出來 然後我其實想要講完 但是他就比較 但我也想要報告評分 明白 對不起 那剛剛在舞台上 我這裡是聽到了 我想問對方黑隊 你們有聽到 Kimberly一直在講說 我沒有講完耶 有聽到這句話嗎 所以我聽到他講 沒有講完的時候 我退回去了 但事實上 因為當時他全程用英文 我並不無法 我無法判斷 他到底在什麼點 是作為一個真的要結束 所以我是以他轉過來 看到我的時候 我覺得他講完了 那我當時是以為這樣子 我走出去 我們剛剛在兩隊的變手 是不是都會往前一步 然後退回去 都有這個標準動作 我也想問其他三位評審 你們有看到 Kimberly有回去嗎 因為我真的記憶模糊 還沒有看到回到位置 我覺得強化的 對我們這邊來看是滿明顯 現在超過70%都會回復 好 觀眾都不知道 他們在說什麼 所以如果你們不在乎 你們不在乎 你們不在乎我們的節目 你們是Low Seed Host 所以我現在用中文告訴各位 我剛剛講的就是觀眾聽不懂 你意中意味 你根本不顧這個觀眾 也不顧這個時候 你根本是一個爛隊長 剛剛那個當下 我看到豪平的那個臉 是咬牙切實的 想要為我們這一隊說一些 可能看似戰傷風的話 我會覺得 我感受到這個比賽的張力 這可能是我錄像現在 第一次感受的動作 其實豪平 就感情上來看 其實我知道你真的非常投入 我們也先謝謝這麼投入的一個隊長 其實我心中已經確認 只是我不能武斷 我也不能專斷獨斷 所以我必須問很多人的意見 那甚至我們可以跟NBA一樣 去調影片回來看 那為什麼我第一個 先問最專業的德宰老師 第二個我就要請教男星 你剛剛看到這一個爭議點 你的判斷是什麼 正式的辯論來說 比較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是因為大家會有很明確的發言時間 甚至是節辯時間的這個工坊的設定 但因為這個節目呢 它其實中間帶上了一些呢 彈性跟變化 但是我想我們剛剛幾位 評審我們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 剛剛桃子姐給了我們一個言說說 Kimberlin應該是要翻譯的 是的 以合理來說 我相信Kimberlin絕對不會傻到 她用一個全場呢 有一些人可能跟不上的語言 來進行辯論這個對她會是加分 這肯定只是一個效果 她為了要贏得大家的認同 她是一定會講這個中文 把它講清楚的 這是可以理解的對吧 所以豪平非常的盡力 在積極的做這個隊長 完全可以理解也給你點贊 但是以常理判斷 我認為應該要讓Kimberlin講完 這樣子會整件事情 你們贏也會贏得更漂亮 輸也會輸得甘願 所以剛剛我覺得桃子姐是一個 非常敏感的人 我覺得我們都感覺到了 Kimberlin的不舒服 跟那個不公平對待的部分 所以與情與理 我認為應該讓Kimberlin剛剛講完 會是整件事情更美好的一個發展 因為中文對我來說很難 但我很努力 然後之前桃子姐跟我說 如果我不會講得那麼清楚 我可以像賈英文然後再去反應 很多人懷疑我來這個節目 因為我從來不好 但我真的想要進步 然後當一個好的隊長 剛剛桃子姐跟賈英文說 我是一個騷擾 然後很爛的隊長 我...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 情緒這樣 但我也很努力 所以我很對不起白隊 因為... 不會 你覺得是白隊最好的隊長 好 很棒 支持你 沒有問題 你很棒 豪平很可愛 就是說 我知道他想要表達 以及他看...就是... 見烈欣喜 我應該這樣說 有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你說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也聽不懂 他講太快了 我就要想說 是 待會兒我們怎麼講評 但是我想他後面可能會去翻譯 其實豪平不要急 該發生的會發生 然後觀眾自己也會知道說 我聽不懂 講得好像很溜 我說我聽不懂 觀眾自己也會有一把尺 我覺得你只是急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很抱歉對... 非常好 他講了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風度 很好 我們... 我們... 稍微以後... 兩位抱一下 對 非常好 非常好 我沒有要辯解什麼 我也... 我深心也覺得抱歉 因為其實比賽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有時候... 所以... 所以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我做出了不對的行為 在這個場上讓任何人 包含也許正在看電視機的觀眾 覺得說我的行為非常沒有禮貌 做出了很不合理的行為 我很抱歉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示範 那... 我保證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 ickerbine 有錯誤的行為 超強電視機的 靈勢 更令人 沒有め見 妳可以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